大家好,我们再来聊一聊辽宁和浙江广沙的这场CBA巅峰之战 最终广沙队再次战胜辽宁 在双方基本上都是使用全华班的情况下取得了一场重要的胜利 也是在本赛季的彻底的双杀了辽宁 这场广沙对于辽宁的双杀非常重要 这是他们十年以来第一次在常规赛完成对于辽宁的双杀和横扫 上一次广沙的常规赛横扫辽宁还在追溯到2011年的时候 距离现在已经过去了十年 所以说这场胜利对于广沙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而且全场的广沙队确实也是通过他们的国内球员 展现出了非常不错的统治力 毕竟广沙这场比赛的这个外援费尔德确实是没什么实力 而另外一边的辽宁队确实也没怎么依靠外援 但是双方都依靠国内球员的情况下 广沙确实是打得更好的那方 不过这里我们不聊比赛中的情况 聊一聊当时场外的一个争议情况 这场比赛这边辽宁的郭艾伦遭遇到了一个场外观众的人 人身攻击 这一件事是在赛后引爆了关注和讨论 其实这场球确实辽宁是几乎全场被对面压制 输得有些没什么脾气 广沙展现出了他们对于辽宁这支球队的统治力 但是说你在展现出统治力的时候 也应该对对手表示一定的尊重 不管场上打的什么样 就算你真的比对面强 你是联盟第一 对面是倒数第一 你也应该尊重对手 不能羞辱对面 而这场比赛广沙的这边就有一个 不知道是观众还是工作人员 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人员 在场外对于郭艾伦进行了侮辱 把时间推回到当时第四节 第四节打到还剩三分零二秒的时候 球形给到了辽宁 郭艾伦发界外球 他把球发给了赵继伟 赵继伟切入到内线 上篮命中 但是裁判吹了他一个走步 而负责防守赵继伟的呢 是浙江广沙队的冯新 可能是看这次防守成功了 所以冯新也是激情庆祝了一下 但是不知道他嘴里喊了什么 或许是一些违规字眼 接下来郭艾伦就去找 本场比赛的裁判进行投诉 意思就是对面既然喊了违规字眼 那么你要按照本赛季CBA的规定 是不是应该吹踢了呢 你在场上直接喊那种不干净 或者是侮辱性的字眼了 不管你是在给自己加油打气 还是怎么样的 反正这个就是本赛季 联赛名文不许出现的 所以郭艾伦去找裁判投诉了 裁判也确实接受了他的投诉 当场给了广沙队的冯新 一个技术犯规 此时广沙那边就是在广沙的板凳席方面 就有一个女子开始大吼 朝着这边大骂说 他没喊呢 他没喊呢 这个他指的显然是郭艾伦吧 他说我们这边喊了 难道就真的喊了吗 当然了裁判肯定也是听到了那个声音 只是想问一问这是谁喊出来的 所以说也没有管这个广沙这边的这个女子 发出的声音 所以说这一回合呢也就这么过去了 但是接下来32秒之后 时间来到两分28秒 郭艾伦后场一条龙 杀到广沙篮下 他突破出手上篮不中 但是造成了对面的犯规 就在他造完犯规之后 郭绍是因为突破 整个人自己摔在了地上 此时同样也是从远处广沙替补席方面 传来的那个女子再次喊了一声 摔死你 这个摔死你可是听得非常清楚 因为大家都知道 本赛季的CBA跟之前不一样 现场的收声效果呢非常好 而且本身有的时候啊 这个音响就会突然停 现场音乐这么一停 现场观众还有某些人的声音 那就听得很清楚了 结果就是这么一下 广沙替补席这边 这个女子直接大喊了一声摔死你 听得是非常清晰 郭艾伦突破倒在地上 场外就直接开始骂摔死你 这已经是诅咒了 属于一个对球员的人身攻击 这种事不管在哪个联盟 其实都不允许的 你如果放到NBA里 像詹姆斯都干过类似的事 就是场边有女球迷辱骂他 詹姆斯直接把安保叫进来了 把这个女球迷给他请出去了 他有理由这么做 本身他就是这个联盟的招牌和超级巨型 哪怕是个普通球员 其实他也可以这么做 你想詹姆斯就以前干过这种事 而如果说当时 放到NBA的话 你说郭艾伦这种情况 那郭绍完全可以作为当今联盟的招牌 和门面的超级巨型 要求现场工作人员就把他请出去 当然了 这个女子确实是坐在了广沙板凳西方向 但是也不知道他是观众 还是广沙的工作人员 随队人员 或者说是现场场馆的随队人员 谁也不知道 但是这个女子喊的摔子 你真的是听得非常清楚 这也是一个非常不文明的行为 我们如果想真的想像姚明主席说的一样 就是建设一个文明的CBA联赛 让整个现场的观众和工作人员的素质 配得上联赛的水平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现在的重点就是 有些人确实是配不上联赛的水平了 CBA被称为亚洲第一篮球联赛 但是说实话 你要真的是让场边总是出现这种声音 那这个CBA的影响力和贯注度 肯定会受到一些影响的 不知道姚明和CBA对于这样的行为 是否会进行一些追加处罚呢 但是郭爱伦肯定会觉得很郁闷 不这样的嘉宾 感谢了